如果国家没有公共电视 媒体生态与新闻会是如何 台大新闻所研讨会开幕主讲人胡元辉 透过媒体转型与民主永续主题 探讨公共媒体引领影视产业的责任 也开启听众思考对公民媒体的想象 那事实上在数位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有非常大的冲击跟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生态 那在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商业的媒体 公营的媒体 公共的媒体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出发来看看 到底在全球面临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挑战的时刻 西方的公共媒体他们在想象什么问题 台湾的公共媒体又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就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 找到公共的价值 换句话来讲就是应该让公共服务 可以在数位世界里面得到充分的实践跟延伸 这样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现在一个资讯时代的混乱 或者不知讯息的挑战 这个场次是有关媒体转型跟民主政治 那与会者都主张说 公共利益导向的媒体应该要通力合作 然后提供好的内容 然后强化媒体素养 那长期能够深化民主政治 由台大新闻研究所与中家宽评举办的研讨会 以数位传播新趋势为方向 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与平台管理政策来探讨 期许大众面对平台化的新闻乐听环境 能够自主选择偏好与分辨真假新闻能力 台大新闻所今年的年度研讨会 那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数位转型的关切 所以我们今年的研讨会 安排了三场主要的讲题 那分别是从平台化的这个数位汇流 对于新闻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呢 当然也是这几年大家非常关心的资讯操控的议题 还有针对这些数位平台 我们要如何的治理跟管理 那从这三个面向着手 那我想这几个议题都是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产业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想其实今年NCC才刚提出了一个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那引发各方的关切 那还有非常多议题就在于说那新闻业 因为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营收的危机 那在这样的一个数位汇流的环境里面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为新闻业 还有民主的发展要付出相当的责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研讨会的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们非常高兴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跟中央数位公司合作 所以让新闻所可以在每年举办三场论坛跟一场研讨会 那这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这也是一种公共教育跟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透过这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邀请非常多专家学者 还有业界的代表来分析目前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认为未来的因应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研讨会除了开幕演讲 上半场的平台化新闻生存 讲述现今的媒体环境 下半场也针对资讯操纵与内容平衡 探寻这对月听众长久有何影响 并期待透过媒体素养的教育与宣传 数位平台的管理对策等优化传播生态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